我們今早來到觀塘 有個任務 就是去看車 看看Aston Martin全新的DBX 你之前在英國好像見過 見過的 包括去那一輛 請陸陸陸 快點快樂那一輛 那一輛是甚麼 那一輛是去下了 Camo Flash 即是測試的 你自己怎樣看這些 Supercar 牌子或高檔牌子出的SUV 好像都無可避免 牢牢亂亂 有錢沒錢都很喜歡 SUV 為了新計 即是林寶 賓禮等都要修製 其實是否真的賣得這麼好 我這裡有些資料 其實都頗厲害的 你看林寶 19年的Sales 是大飆升 升了43% 你有沒有看錯 沒有 43% 當然裏面這49% 我想很大貢獻都是URUS 是 另外 例如保時捷 保時捷 契年很久了 之後還有Makan 2014年出了Makan 只計19年 Makan都接近10萬部 嘩 我反而有興趣想知道 Rose Royce是怎樣的 Rose Royce? Rose Royce 也很厲害 有多少人購買? 2.5% 升了2.5% 不是的 當然潛台似是 但裏面都要快一點 我不可以做壞子的品牌 雖然我只是做SUV 而且他們沒有經驗去做這件事 所以無論是林寶堅尼 Rose Royce 他們一做的時候 我都很好奇 其實他們做了些甚麼出來呢? 嗯 Rose Royce 可能真的特別一點 由零變出來 是 是 林寶還有些朋友幫忙 很多朋友 這次DBX 都是全新底盤 完全製造一個SUV的平台 我開始想 DBX 是否直接對手就是URUS 後來檢查資料 好像不是 反而與Bantega V8 在數字上是接近一點 URUS 似是高了半級 無論價錢上 或是性能上 URUS 總是650匹 DBX 今次是用那副引擎 AMG 的副 對 現在很流行用AMG 的副 4.0 V8 Tune Turbo 它調整到550匹 真的對回Bantega V8 你剛才這樣說 我一直都覺得它是URUS 的對手 我們誤會了 我們誤會了嗎? 我們誤會了 對不起 是我誤會了 一來 整部這樣的歡迎我們 這部很漂亮 這部是Sacato Vanquery Sacato版 限量的? 限量99磅 香港好像只有1磅 可能只是這一部 應該是優泰 對 很漂亮 真的漂亮得很厲害 你看這碳圈 整個頂部都是 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 漂亮得去 這張燈真的挺有的 是紅色的ASAMATI 章 果然好閒亮 好像HONDA 紅色章 這部定車價格要6球 嘩 打完碎就要1000多萬 1000多萬 這部Sacato Vanquery Sucing Brake 這條桿也頂了 是彈簽的 你覺得漂亮嗎?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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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Luso 4座位 你別生氣 這個兩座位 他已經急不及待 走了 搞這部車 我先說一下 這部車是賣290萬 300萬有爪 這部車比看相片好看 看相片是否比較小 是否比較小 比較肥腫 看相片好像壓了 突然間穀起背 好像我們拍照用了YN 但現在看相片 比例是大量的 這部車頭好像沒有看相片那麼短 那麼短 還有那麼肥 是 它比較斜 做到嘴的形 車架是全鋁合金 全鋁合金 你這樣看這個尺寸 你覺得它 雙次的車型是哪個呢? 可能是Vantager差不多 但Vantager就再高一點 方一點 那它就介乎Vantager 和Orus之間 因為它也有一點 線條收得有一點跑車的感覺 尾是浸下去的 這個很漂亮 我覺得車尾是最漂亮的 它這裡有個鴨尾 然後上面也有尾翼 我看過它說這部是專門做穿洞 所以要做一些氣流 然後壓尾才做下降 所以你看看 是沒有水撥的 是的 開來看看 哇,什麼顏色的東西 名貴皮具套裝 名貴 但它也放了很多東西 這裡有按鍵可以升降熱 應該是讓你加上行李 還可以接座椅 標準是22吋輪 這麼大嗎? 標準 就是Option 還可以大 22吋輪 已經很大爆炸性 這個東西很熟悉 它跟AMG的關係這麼密切 好朋友 是的 但是你看到車廂 我覺得對這部車廂有另一個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它現在在一些細節位置 做到不是純粹跑車的感覺 是做很高檔車的感覺 你摸一下這些木 好像很漂亮 你看這些孔子 好像Ospot鞋 對 Trope的皮鞋 這個造工和心思都是漂亮的 我看到這個喇叭的位置 有趣 全部都包起來了 對 你看過嗎? 見過了 因為通常都是一塊膠 或者一個網 它包了一塊膠 其實這些位置 在其他Aston Martin都看到 做得到整個金屬的位置 嗯 還有 你覺不覺沒有框? 是的 但是我進來的感覺 我們剛才在車廂說的 Assumption 我覺得是對的 似向Bantager的方向 高級一點 豪華一點 多於林寶那種好戰鬥間 是的 但是我看它這裏也有些 Oprop的模式 有升降的氣壓避震 應該是有升得高 又降低的 是的 還有這個Tray 我覺得都頗緊的 下面多了 是的 這個Tray 真是頗… 我擠到很多東西 擠到手袋都可以 現在要擠一些初手營的東西 也不用這麼大支 是的 你看 但是話到尾 都是Aston Martin 也是那部V8 是的 應該是一種有些東西 我想性能也重要的 它550匹 四驅 還是四驅 它那個四驅的動力分佈 就是前47後53的 正常情況下 也挺平均的 但是它應該都可以將動力 大部分放在尾輪的 在需要的時候 所以都是一些 aggressive 一點的四驅 嗯 那這部車重不重呢 又不算很重 但是這部車 不是2.2噸多一點 2.2噸 又可以接受的 V8 V8 那你如果對比 它會輕於Vantager 是 那Gurus 會再輕一點 是 即是它夾在兩毛車中間 是 避震呢 避震就起了避震 後座的空間 其實和Vantager 你覺得呢 我覺得差不多 嗯 差不多 很接近 而且它的椅子 微微向後斜多一點 嗯 所以 那天 脫了一點點下去 那Head Room 是多的 而且這個玻璃很大 所以感覺上的空間是多的 阿師兄 你多高啊 179 左右 你再挨多一次 OK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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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的頭頂算大 算大 坐得厚 但如果和URUS 相比呢 URUS URUS 的感覺就比較密閉 沒有這架那麼透明 這個腰線比較高 OK 所以我的頭已經在窗戶 都可以的 你猜這架會否令Astomartic的銷量增加幾十% 我猜很大機會 始終SUV一定是賺錢的 對 二來它的做法好像挺突然 外形就威猛 裡面就做到Vantager那種豪華 很高級的感覺 有些令我意想不到 因為它的造工和用料 配搭的級數 它好像一開始就先想這些東西 不是想性能 我做法很快 好像一開始就不是我要打贏URUS那種感覺 而是我要做一部很最後的 一部五座位 是的